我这只北窗的歌 唱在南的宿路 哪里我也是军的舞台 也是心安心的歌 我这只北窗的歌 左边是每一个家路 中华民国110年国庆双十节 蔡英文总统说 我们不会冒进 但是绝不要认为 台湾人民会在压力下屈服 另外我们也会继续充实国防 展示我们的决心 特别提到四个坚持 就是要坚持自由民主的宪政体制 这个跟中国大陆就不一样了 中国大陆是集权专制体制 人民没有基本自由 另外第二点是坚持中华民国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等的互不利数 就是说我们谁不属于谁 第三点是坚持主权 不容侵犯和吞并 主权不容侵犯和吞并 坚持中华民国前途 必须遵循全体台湾人民的意愿 这个中共领导人是老是想用武力 来把台湾收回去 台湾人民呢 他不能忍受像大陆那样制度 又没有新闻自由 又没有言论自由 人民就因为说话 批评政府就可能被投入监狱 这样的制度呢 台湾人当然不能忍受 强势是一种性格 但是文明社会 强势要讲道 不能来瞒的 就说打仗 说句难听的 你打了台湾 你就一定赢吗 高级军官呢 都是花钱买的 军队你说腐败到骨子里了 现在就算反腐 我估计还是很腐败 因为那个 全面的当时全面腐败 要真打起来 说句老实话 这些有权有势 有权的那个家庭 他们不会参加打仗 现在他这个统一 基本是不现实 这个中国梦 这就是话不原 这个中共对台湾 进行武力威胁 对一个专制制度 对一个民主制度的 这个国家 进行武力威胁 只能让这个统一 变得越来越难 因为美国最重视的 亚太关系 就是台湾的安全 这个很重要 这个是亚太地区的情况 另外台湾的主要 主要的依靠力量就是美国 美国大家知道 那是世界上最强大的 中国要是打台湾 其实就是打美国 跟美国开战 文明国家 要允许人民发表意见 这一点中国是不行的 台湾 民众可以批评 这个政府 可以监督政府 中国大陆 这种监督 就得由共产党 自己监督自己 自己监督自己 这就麻烦了 对不对 他想抓那些不听话的就抓 但听话的就不抓 就这个情况 一个民主的台湾 一个自由的台湾 全人类就不允许它被毁灭 中国你要进行改革 民主改革 人民有基本的政治权利的时候 再来谈统一 否则我们倒觉得 台湾要统一大陆 大陆人民这个情况 会好得多 还有一个就是 你要完成什么统一大业 这个统一大业 就是共产党内定的 它内部的一个 好像理想中的一部分 这个东西是很难实现 你想让一个文明 富足自由的社会 跟你保持一致 这个难度是很大的 人民尝试到自由以后 他们就不愿意再回到专制之下 你看那个杜永生 人家尝过香港的自由之味 所以说现在国安法一家 就是这个道理 情况下面对了这么多 这些重要的力量 中国共产党领导者 下一步怎么做呢 解放是肯定不行了 反正就叫一叫 我喊一喊 每年就是要动员民众的时候 他用这种方式 好我今天我就说这 我叫袁哲 今天我说一个什么问题呢 我说啊 这个中共的在十一以后 这个军机刚扰台不久 大概前三天吧 美国就联合加拿大的 美国是伯克顿级的巡洋舰 它是杜威号 联合加拿大的 一个小的舰队 穿越了台湾海峡 这个我认为吧 就是说蔡英文总统 虽然是一届女流 但是她在去年大选的时候 她很有眼光 她可能是啊 她我看好像她是第一个 不是第一个 也是前三个 就说啊 那个恭喜拜登当选美国总统的 她认为 就说拜登的当选 拜登是真正可以 可以真正交往的朋友 人家一直在警告的 中共的北京当局 台湾是我们的盟友 你不要乱来了 这个东西 美国的介入 我还是那句话 就是美国的介入 是台湾的保障 就是说中华民国台湾的军队 就是说你武装的再好 但是你资源有限 你经济有限 你就是2300万人口 你可能能跟中共对峙 可能你能赢得呀 就是说一个战斗啊 甚至一个战役的胜利 但是整体的战争 你如果跟中共诽谤打的话 那必输无疑嘛 因为你就台湾岛嘛 那他以空间换取时间 那他以经济资源 他突然把你拖死了 这个东西 也就是说 这所有的民主国家都觉醒了 就是说一起讨伐中共 保住这个自由的灯塔吧 这是至关重要的 俗话说73、84 严万不叫自己去嘛 中共建政 今年是72年 明年就73年了 咱盼着他就说明年倒台 他73不倒 他84肯定倒 就是我是这样认为的 中国的军机在台湾这边飞 在我看来他只是说 我想展示一下我自己 但是他其实是内心是比较紧张的 因为毕竟全世界有这么多民主国家 这么强大的国家在看着他 所以他不会真的去打或者怎么样 但只是说 好 我现在要压迫一下 给你们看一下 给你们台湾的民众 给所有就是希望要民主的人们 就是看一下 我现在有实力 我可以干掉 然后 但其实呢 这个怎么说呢 他这样秀实力 秀肌肉 也是一种就是自己 没有内心没有底的一种表现 然后还我想起来就是之前 有那个外国的记者的采访 就是在外交部发言人讲话的时候 就问他说 那个说中国中国人没有人权 然后外交部的发言人回答是说 中国人有没有人权 要中国人民自己说了才算 那其实就非常可笑 因为我们和在台湾不一样 台湾可以自由的发言 哪怕可以看到说在 就是政府议会的时候 就发生打架 这种也会发生 那是因为大家 归根结底是因为有民主 有自由 才会出现这样的 可能不是特别合适的举动 但是中国人民是发不了声的 所以并没有可能知道中国人没有人权 对吧 所以说在我的理想里 应该是有台湾来统一中国 台湾的这个模式放在中国 是比较合适的 是比较理想的 在我看 虽然中共声称台湾是属于中国的一部分 台湾是受着全世界所去瞩目的 那无论是用暴力也好 是用花言巧语也好 去收复台湾 也得看一下台湾的这个意愿 那台湾人民的话 现在其实并没有那些水深火热之中 是因为他们足够的民主 他们足够的就是独立 那如果说他们看到了 香港之前所发生的这些事情之后 我相信台湾更加坚定了信念 而且世界也会更加坚定了信念 需要帮助台湾 或者说去默默的支持 台湾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所存在 即使台湾是属于中国的一部分 那也得看台湾的一个意愿 大家晚上好啊 我觉得呢 中国共产党呢 他明知是 明知是知道 如果是打台湾的时候呢 他是挑战 全世界的民主自由的 对那个自由民主那个挑战 他明知是打不过的 他不会动手的 我觉得他 因为在现在在台湾周边的地方呢 有德国 法国 英国 美国 还有日本那些 那些健康都在那边 在那边看着 我觉得他不会动手的 因为他明知是挑战那个自由民主 他会赢不到自由民主 不可能赢到全世界的自由民主 他只是形成了共产党 1949年以来 1949年以来 每次都是打嘴炮 要攻打台湾那样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 首先中国大陆就是说要对台湾进行统一的话 前提首先他得赢得台湾人民的意愿 首先他要赢得民心 如果一样跟中国大陆一样 没有言论自由 不民主 那样的话 台湾人民肯定也不会同意回归祖国的大陆 所以说就是说要想统一的话 首先我们就是中国首先要解决民主的问题 不然一切都是空谈 我先说两句啊 不好意思 台湾是捍卫民主的最前线 台湾中华民国政府捍卫不仅仅是 台湾的民主 而且是捍卫全世界民主的一个决心 另外之所以这样讲 总要是现在这个中共的存在 它不仅仅危险的是台湾的民主 而且中共还危险到全世界的所有民主国家 对自由民主这个普世价值的信仰 所以说台湾是可以说是 离中共最近的这么一个民主国家 也是中共直接危险的这么一个国家 所以毫不含糊说台湾说成是捍卫民主的最前线 台湾是一个文明言论自由的这么一个民主国家 台湾民主不想像大陆一样没有自由 没有欢迎权 所以台湾民众要捍卫自己的自由民主能权和主权 中共成立以来 两岸一直都是分离分治的 北京却一直声称拥有对台湾的主权 而且不惜一战也要实现大陆跟台湾的统一 为了这一目标 中国当局投入巨资 全面扩充军力 近年来 随着两岸关系的恶化 解放军新型战机和战舰 不停的侵扰 侵扰台湾周边的海空 最近的那个10月1号初期 我觉得他们那些战机在旁边侵扰台湾 可能就是针对台湾觉得军事一种恐吓 但是他们真正的想打的话 我觉得应该还是不可能 台湾这是个独立的国家 还是很好 是日本和中国嘛 它那个领土终端不断 然后和台湾就是也有很多地方嘛 就是在8月份的时候 日本和台湾执政党 他们首次举行了一个安全对话 然后这其中观察人士怎么分析呢 就是日台之间 他们举行这种对话形式 是说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危机意识 日益加强 然后4月份的时候 日本首相 日本拜登就任美国总统之后 首次访美时期 就是双方喊进入在联合声明上 就是共同发表对台湾局势的关注吧 国际社会协防台湾 美国中央情报局 7月表示 将成立一个专注于中国的新组织 并扩大和协调情报的收集工种 以应对来自北京的多方威胁 举措之一 中央情报局长 威廉 博恩斯 西律真 中国政府是我们在21世纪面临的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威胁 我觉得虽然说台湾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吧 但是我觉得不能中国也不能用这么这么武力的方式去实行 去实行这个让台湾回归 就是人家台湾有他们自己的想法 然后但是中国就以武力去让台湾强制回归 太自私了 就是台湾的话是一个民主国家 在中国的话就是有很多事情不是说你想做就可以做的 就没有民主 他们然后如果台湾回归的话 台湾的人民会觉得他们中国大陆限制了他们很多自由吧 都没想到 中国人